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次影视化也是备受期待 故事上以架空的彩云国为背景 讲述了出身名门红氏长女红秀丽虽是嫡出 却不受父亲红少可的重视 在历经动乱 深知民间疾苦的红秀丽 因女性不能参加国事担任官吏 便到私塾当老师 因缘际会被会演示人的肖太师劝又入宫 辅助现任君王子刘辉 其实子刘辉只是表面假装昏庸 遇到红秀丽后逐渐被红秀丽的智慧和坚韧所打动 开始情于政务 并修改律法 让女性也可以拥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参加国事 红秀丽在国事中探花几地 成为彩云国第一位女官吏 并协助君王子刘辉平定了叛乱 让彩云国走向繁荣盛世的同时 也收获了与子刘辉的美满爱情 我们会在剧方有开播消息后告知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哟